3 2 1 4 4 2010年的市博会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风貌 2018年的进博会则让入业后的上海滩变得更魔幻 这次的外滩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是实现了1800K到3000K的灯光室温的 一个线性的切换 可以把外滩的激励可以一层层的一丝丝的表现出来 原先我们的纳灯感觉就是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随便铺了一些粉 腮红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淡彩的机组上 可以描眉 可以描鼻影 而且我们可以做裸妆 也可以做浓妆 可以根据它的出席的活动的场合要求 有不同的庄严 四座标志性的夸江大桥 用不同的颜色装点出万千风情 室波会的时候这个桥拱是有彩色连续变换的 在这个基础上就增加了一个风光的效果 一层层风光之后就可以形成 体验的这个半径方向做彩色的变化 那就比较接近真实的彩虹 包括大桥的竹拱 拉锁 桥侧以及桥腹 都更新了景观照明系统 使用了各类灯具总计7288套 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则以暖白色为主调 竞显金融区的摩登与活力 之前他们这些灯就是很简单的和开合观 没有达到我们这种灵动控制的效果 现在我们用了LED的这种智能灯具进行更换 更换以后它能展现的一些高科技 高元素或者是高视觉化的那种内容 11月的进博会不仅让上海越业越美 来自全球最炫最先进的产品 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众多高科技产品也勾勒出未来智慧生活的模样 智慧厨具 每个灶头上面搭载了一个叫智能感温探头 当我们餐烧好的时候它会自动熄火 做坏的时候容易忘记关火吗 离开的时候它也是自动熄火的 是这样的 还有下面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智能的控制面板 自动手机菜单推送 我们有一个叫专门的一个系统叫手机APP 可以通过WiFi连接 连接到上面的时候 当我们喜欢做的菜直接推送上面 它就自动的帮你控制油温 时间自动烘焙 我们这烤箱的托盘 不因为还需要刷一层油才能进行烧烤 通过这个面板 看一下可以调节火力和一些功能按键 直接按到自己所考食材的功能键之后 通过语音提示你考非常的智能化 针对老年人如果他万一在家里边心率有点问题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上能监控到他的心率市场 然后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健康智慧管理 除了我们平常的健康学习抗污技术和智能感应外 它还带来其他的体验 这个是检测笔 这个是试子安装在检测笔里面 我们就可以检测尿液了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们是一个体质检测功能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两个感应 感应电几根 我们这上面的这个瓷片 就可以做成一个就是体质的一个检测 这两个的数据 我们到时候反馈在我们的这一个 灰浴墨镜上面 然后也可以反馈在我们手机的APP上面 这一个乳测行为就可以 不用说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检测 就可以平常的说 我们自己在家就完成一个简单的体检功能 一场进博会提升了大陆百姓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